聊我了 聊我的话卡个牌子 先切回去吧 拜拜吧 现在开始警长竞选 想要竞选玩家亮下上警灯 除了2号 3号 5号 7号外 所有玩家都在警上 现在时间39分 4号玩家请发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本来上警是想 这个板子应该不用投票吧 然后 然后 没想到我第一个发言 我还在想 我要是上警了 会不会有狼人觉得我是个冤家什么之类的 结果我第一个发言完了 那就过吧 6号玩家请发言 7号尼指这么玩啊 还是 慢点慢点慢点 你用7号加他一下 不是 這也太厉害了吧 就是直接就这么说过了 就啥也不聊啊 这二号三号 五号七号在井下 那今儿这个小局势有点奇怪 我觉得二号不好啊 看起来 有点那么小怪啊 感觉这把又拿狼了 但没事 至少得愣说几句吧 别在后面看谁跳呗 反正我不是冤家 你跳 宝兹哥又要跳 行 宝兹哥你这是我心中的战神啊 别没什么 这一轮就是上一把混得 投票投对了 这一把不敢投了 别没什么上井 本来想先多听一下发言 没想到这么靠前啊 那赶紧听后面说吧 过了 八号让请发言 温元家12茶茶 看明白 说一句话 然后看看大家给的反馈 不是温元家 所以说也不愿意去 在井上搞大人分之间捣乱 只是说 刚才我说了一个温元家 12茶茶以后 其实90 11 都做出了不同的 这种情感的表达 我相信大家也都能看得起 因为都是后这位马上要发言的人 那就会有一些判断嘛 我希望也就是通过我的一些小小的举动 给大家增加一些线索 就是我在井上前这位没有人 其他温元家的时候 能做的一些小贡献 然后 要不老师 我都没觉得你像狼啊 但是我觉得你有点紧张 感觉你有压力 可能肩上这个担子重了 肩上担子重了 然后再说一句 你不用压力太大 因为呢 咱们这个是歧视和朗美人的板子 压力都在歧视身上 谁是歧视谁才难受 对吧 然后一会儿 终于会有两个人起跳 我们也不太用进入到最后的这个放逐环节 骑士只要去戳一个 咱们就真相大白了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十二是想干嘛 如果说 五分钟以后十二起跳了 我建议骑士可以评一般言 先给他一手 警察不能咋样 饶他一命 别的没什么了 我希望我刚才这波 我希望我刚才这波 警上的这个发十二叉叉以后 给大家看反馈这个事 能够让其他的好人记一下 我做的好人好事 留名了 我过了 九号 大家请发言 太可惜了 你给十二叉叉的时候 我光顾着笑了 我没看别人的反应 太可惜了 我发自内心 我以为是真的 我觉得四的发言还挺发自内心 因为他说了一句 他还挺想让狼人觉得他上井是真原家的 那个我觉得不太想骗人了 所以我觉得四可能是一张好人牌 然后他结果第一个发言 他就觉得好像那就没什么作用了 有点发自内心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可能四好 我也觉得六发言挺紧张的 我也不是想打你 我真的觉得你发言好紧张 你知道吗 你在我们眼里不是个狼 就绝对是个骑士 你现已经就是蠢蠢欲动 开始瞄准各种人文 加油 放轻松 放轻松 过来 十号大家请发言 太可惜了 八号刚才给十二发叉叉的时候 我打算 我就直接我也来一句 我也是远家 十二爷是茶茶 先给他俩茶茶 给他弄出去 对吧 那没办法 我就好人嘛 哎呀 唱一唱这么精快啊 嗯 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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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本来是个院局嘛 哎呀 可惜了 没办法 我是个好人呀 我也不能乱说话嘛 对不对 那就听后边吧 现在 一个远家没有啊 那你们仨看着 那你们三位 三位看着表演嘛 就剩三个人了 过 我肯定要跳远家 我过了 十一号玩家 请发言 请会有先二后五吧 四精水 我愿家 愿四就是因为新朋友 对吧 唯一一个 好像是第一次一起玩的朋友 就愿一下 请会有为什么先二呢 那个 先空保一张六啊 然后一会再说原因 那个 为什么 为什么先二呢 是因为 六号玩家好人牌 警商打了二 对吗 那我要去定一下二的身份 对吧 跟你投票没关系 因为这个板子是骑士的板子嘛 狼人在警下可以冲锋可以到 无所谓 对吧 五号玩家呢 是因为 反正我觉得他发言挺不讲道理的 我就不知道好人发言 还是狼人发言 都挺不够 我就得验人他 对吧 那个 为什么保了六啊 因为八号玩家告诉我六是好人 八号玩家 警商所有对六的评价 都是你不用紧张 都是把你放在是一个好人视角的前提下 说的话 那如果八号玩家是个好人 我觉得他一定会保罪 如果他是个狼 他告诉我们也是实话 你是个好人 所以你就一定是好人 这是八号玩家 不管他的底盘是狼 还是好人 卖给我的视角 你是个好人 所以我把你六保了 对吧 所以警惠罗就先二后五 四是精神 我希望不是你啊 我希望是那个一号玩家 我真的不希望是你啊 对吧 你就上网我们是狼队友 你吗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跳 反正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跳 我们夜里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夜里说话是我跳嘛 对吧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跳 对吧 这把我是冤家啊 对吧 其他也没啥 那个 九号玩家是退水了 是吧 说明你占我边了是吧 没有啊 没有你退什么水啊 简单都看你在那边嘛 十号玩家发言 因为十八都对了 十二一对的输出 我一会听完十号玩家发言 听完了之后 八十十二的关系在旅新宿嘛 对吧 反正六号玩家是卖给我的好人 九六一个二一个五 七号玩家投不对票就是狼 就这么简单 对吧 投对了才有资格吃宴 三号玩家上把 游戏体验蛮差的 作为一个倒垢狼 一轮都没扛过去 对吧 所以这轮就不管你了 好吗 就放飞你好吧 给你点游戏体验 毕竟一哥嘛 对吧 毕竟一哥 几乎六二五 那个四斤水过了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我验了十一茶沙 顺便再送一个六 应该是骑士吧 应该再送一下 我认为我有可能是狼 因为晚上我也想验你的 但想想算了 没有验你 因为我怕你奔不住 因为 所以 我就想看看 大师赛到最后是能有多离谱 我就七八岁 我认为你们一定不会是我的同伴 没有这种幸福的 因为我为什么觉得 我本来以为八是好人 因为八保了六 但是八十街井上给我的是茶沙 所以他最后说 他说不用听我发言 他让骑士过来戳我 那肯定是骑士 他说 他说 什么饶我一命 骑士说我是饶骑士一命 所以 我认为八是狼 所以我觉得七也不可能是好人 所以我就不可能 你就是狼队派出来送的那一个 他们是真的请不到人了 把你叫过来 我只能是这个借口 因为我想不出来 因为你不管是骑我 还是不管是骑我 还是骑他 他都得出去 因为骑他他直接死 骑我之后骑士死 然后他那个 我挺会留就验骑吧 其实我验神 根本就无所谓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板子骑士骑完了之后 预言家是开不了口的 就是开不了口的 因为他再也不会让我开口了 我特别不希望骑士是六号玩家 我真的不希望你是骑士 你可以跳个骑士 这样 好哥哥 你听我说 曾经我骗过你一次 但这次我是冲着修复关系来的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如果你真的是骑士 你跳个骑士 我自己投自己 我不希望你死 但是 你千万你看七八两个 像是狗一样的那种笑容上面来看 你应该就是骑士 关键我还没有骗你 我说 我真的好好说 外之为骑士 我根本就 我希望他满 等会等会 玩了赵博老师的命 你等会 你等会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跳骑士 我自己投自己 你也别戳我了 我自己投自己 这种可以的 你第二天 守卫守完你之后 你再戳 因为你戳他 你是一定 天花板 你戳我 我 我带着你的遗志活下去 我很累 就这样 我就验七八 好不好 就这样 第一天验了十一查杀 好吗 我认为一号玩家 有可能大概率是好人 因为我刚才骗他说 我说一号玩家是愿家 他不敢给一丢查杀 就这样 好不好 你千万别是歧视 过了 一号玩家请发言 我上井呢 一是上井安全 然后不用投票 然后二是呢 要感谢这个 奇奇国王的投石 但是他说 要让我念一下 他写什么 像狼人杀天花板 最帅气的男主播 不骗女嘉宾的 可爱王宝宝致敬 就是可能是那个宝宝哥 就给我投的石吧 然后就 我觉得 大概可能是这个情况 所以我就念了一下 然后我 我给廖博老师个建议吧 虽说我也挺菜的 但是我觉得 12号 我用逻辑说12号吧 就12号 你井上的发言呢 你没有聊这个四 那你在你的视角里 你觉得七八都不好 然后十一跟你汗跳 那你没有想过 这个四是个什么身份 然后你也不说 要验一下这个四 这个四是不是 大概率可能是 11号的队友呀 因为 11号不太可能 给一个新嘉宾 发金税吧 是不是 忘了这一点呢 所以有一点小瑕疵 所以我就站11号吧 然后我也给廖博老师个建议 就骑12 保证不死 就过了 井上所有玩家 发言完毕 进入退水自爆环节 5 4 3 2 1 人在井上的玩家 有11号 12号 请请下玩家 再到处投票 慢举或变票无效 3 2 1 请投票 2号 3号 7号 投票给11号 5号玩家 投票给12号 11号玩家 当选井长 你那么能投 你紧下 12号玩家 请面下 向井灯 昨夜 平安夜 井长请选择 翻顺 12号 别急 你骑骑 骑出来我吃毒 我没办法 我第一天 骑了六斤水 要不 第一 听我说 而且 而且 骑一定 铁宝 加牢靠 钢筋 混泥土 浪美 我没办法了 我只能开大招了 这个大招 这个大招 为你开的 我第一天验了 你是精髓 而且我知道你大概率是好人 我是 我是怕你 你这样 你真的 你 啊 就这样 我最低的 最低限度 我都不要你骑 因为人家你把七起了 七号玩家 他在跳在我头上 任老美 我就说过 我不知道有多离谱 我再验个八码 我 其实把我 那个那个那个 守卫把我守住 我就看看是不是七八十一 我这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那个小狼崽子是谁 还有 一号玩家 我跟他跟你说一下 你的保证 真的一文不值 你知道吗 你回想一下 你刚才的战鞭 我都要跳女巫 给你发饮水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 我真的 所以我很难理解 我很难理解你 为什么 因为我 我好好说啊 就是 你这样 齐七对你难度实在太大了 你就齐个十一 好吧 你小时候打过那个 那个 那个 有个开拳击的吗 就这样 你就想想 我能不能骗你 不是 我跟 我好好跟你说 我 不是我 我第一天验了你 我 我 我颈伤为了不给你压力 我抱的是十一茶茶 但颈下有点绷不住了 你知道吗 因为 你看他 笑得他脖子都没有了 你知道 我告诉你 我 还要三十六 如果你不是骑士 随便骑 只要不是你的命 我都不会说你 说说你 因为你 大概率是骑士 七八两个真的不做人 你知道吗 伤害你的同时也伤害我 我要看着我的精髓死在我的前面 这是玩乐家最痛苦的事情 我 这样 我就说了 到时候你真的认个骑士 我就把我 把我投了 第二天 你 我死了吗 你看他第二天不死 你骑下他总可以吧 或者你第一天能够听出骑士 我现在就骑士 六号玩家分开会骑士 决斗七号玩家 七号玩家出局 直接电影黑夜 我敢骑士 骑不到你 没有我敢骑士 你还吵得掉 吵 你出去 大师赛你跟我玩 放下歌大宝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现在还一连懵逼 我现在还在看 因为这边画面没切过来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廖伯哥太猛了 廖伯哥站起来了 确实是太猛了 因为他能骑士 肯定是信了十二十元家 要不然他不敢去骑七 但是弹幕有人说了 十二被骑死了 并不能证明 就是七被骑死了 不能证明十二一定是预言家 因为他可以卖一个小狼 但是第一啊 我认为没什么必要 第二呢 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东西 他也没必要卖狼队友 卖七号这个狼队友 对不对 他可以卖一个其他狼队友 所以不管怎么样 首先廖伯哥站起来了 确实牛逼 一喜之前的这个 对 然后刚才 刚才有人在弹幕 你看啊 现在都有人说 王宝宝太赖了 那能不赖吗 你忘了上一季 咱们大家给十一和十二起的 这个外号了吗 天地赖子 到底谁是天 谁是地 咱们到今天还没分出来呢 他们俩这对挑预言家了 然后咱们就看看 天地赖子到底是 谁是天 谁是地啊 反正他们俩肯定是个赖子 主要是 嘴大还没来得及赖 还没来得及赖呢 那个廖伯哥就已经开始 就动手 刺拳就上了 王宝这发现太狠了 就对着廖伯一顿输出 对 但是他这一招 确实是 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有没有验那个廖伯哥 但是他说的是 我验了六 但是我颈上 我怕给你压力 我都没抱 我抱着十一叉杀 颈下 然后又来了一波 我其实验了你 然后小只以情 动之以礼 说 说他妈什么 我的金水要死在我前头了 太悲哀什么 我觉得这一波心态打得 是太猛了 因为他之前骗过廖伯 对 他们是有一些羁绊的 对对对 所以廖伯 他自己有自己的判断吧 对对对 他肯定觉得我都这样了 那边天亮了吧 天亮我们就切回去 昨夜三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紧张选择死左或死有 发言二或四 二号玩家请发言 我是守卫 第一个玩家空手 昨两个玩家手的八 我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我投给十一 是因为我觉得锦上十二号玩家发言不行 因为十二号玩家 他其实还没有开到四嘛 就是我毕竟还得说一下嘛 就是投错票的理由 好不好 因为我确实投错票了 我就告诉你 我投错票的理由是 锦上我觉得你没有聊到四 我觉得 有一丢丢那么不太好 那锦上呢 既然现在 你都这样发言了 他虽然没骑 那就胜四骑过你了嘛 你就是精水了嘛 对不对 你都说锦上那个十一不是茶茶啊 六号玩家是精水了 那你这么玩的情况下 你只能是预言家 那我就赞编你呗 对吧 反正你今天还 你留两个锦会留 不用你没锦会 你今晚还可以活着 因为我昨晚守过八了 好吧 十二号玩家 那我过了 我过了 我是守卫 我是守卫 晚上我可以 我也可以自守 我也可以守十二 好吧 但我 我大量回去把十二给守了 好吧 我过了 一号玩家请发言 那就是四七十一 又站错边了 这四号 现在也有点那个 有点紧张感觉 那十二号 你这愿家发言 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这么差劲 然后我们都认不下来 你回一回的 就是你怎么能在井上 就忽略了这个四呢 然后你还瞎报查验 你这样让好人 怎么能站在对边呢 好吗 那四七十一 因为我是觉得 十一号玩家 不会上来就骗四的 我也是个好人 我就过了 实在不敢相信什么 十二号是愿家 十二号家请发言 不要说你 我自己都不信 我自己是愿家 我验了八斤水 过年了 你有本事说八是狼 你去说 八你就告诉我一点 二是不是守卫就完事了 我先告诉你 当时我是狼的时候 你做了以下几点操作 我是狼王的时候 你归的小狼 还有一盘 大家都站错队的情况下 你跳起来 就那时候就 凡水老师一个人站错队 你把所有好人 全部拉回去了 刚才我是狼 给狼发精髓的时候 你点了我们两个狼 这一次 你就告诉我 那个盗工狼是谁 就看 我没有别的要求 好不好 我就这一点要求 我今天就想过个年 你还说什么 女巫站对边 女巫根本就没站对边 为什么 她的灯还亮着 我 晃到我的眼睛了 这个灯 就是你们好人 投出来的 什么意思 我发言要多好 天花板在那边 我根本一句话都不想说 我刚才只不过是为了节目 我刚才喊声过 廖伯也是齐齐 早就被我猫住了 我告诉你 景 景会留八号玩家 帮我留一下 行不行 我累了 我累了 调休了 刚才那一轮 我的小鹿已经乱撞了 麻烦打一下 八十二双狼 你不要说八号好 你这样你牛逼 你也让八归 你这样你牛逼 你也让八归 我就看一下八号玩家归谁 好啊 景会留我帮你留 你验八 没验过你验一下 好吧 我接受你战术队 没关系 好吧 守一守我 我验个五 没关系 没关系 好吧 你守过八就不合适了 你不要守我 继续守八 你继续守八 不要守我 好吗 你肯定是骗人 你肯定没守过八 你继续把八守住 外之位有守 我也守一下八 牛你是分不清 牛你分不清楚 很正常吗 那你的意思就是 七号玩家倒勾了预言家 我是他郎同伴 我叫七号玩家去死 是这意思吧 没有关系 逻辑很融洽 都不重要 好吧 八号玩家 赎罪的机会来了 好吧 你喊过就干死你啊 你喊过 这个大师赛 这个大师赛肯定有黑幕 我拿 就这样 好吧 这样 三十分钟自报 现在自报节省 三十分钟时间 好吧 不要请发言 天下过了 我验的二十金水 这么发言是 一个是让他也先发发言 今天你让你们听 他发言漏洞 一个是我反正四号金水 在莫之为归票的 当然最后归票是我 我有警惠 我现在觉得狼就是 五 七 十二 可能是八吧 因为我觉得十二玩家 是狼不大敢去骗法 对吧 只能这么说 六玩家 顶上我是听保你的 那个十二玩家怎么说 他说 他觉得你是好人 他一玩你 他说他觉得你是好人 他现在已经丧心病房 到什么地步了 就他为了赢 已经开始卖代事了 他为了赢 他已经开始卖代事了 你知道吗 因为 因为他知道 你骑我 你一定死 你骑他 他已经死 但是你骑代事 代事已经死 他已经想 已经丧心病房 丧心病房到这个地步 就是他为了赢 要代事死了 他还要赢 你知道吗 就是他已经 因为他要吹牛逼嘛 他的功劳 跟代事没关系嘛 代事他们还盗购狼 投了一票 对吧 什么样的狼 在这种局势下 会打盗购呢 狼美人嘛 对吧 所以一伙 对吧 因为你们听到把我投了 再一伙就吹牛逼嘛 对吧 为什么我觉得五是狼 因为我昨天警惠流 押的是二五 只有你一个人 上了肥票 所以我觉得你是吧 当然我要听到你的发言 我警惠流 百分之九十里 开一个吧 一会我归票的时候 我说 因为他们发言 我没听到 我也不知道该验谁 一会我归票的时候 我说十二 我就验十 我说归一十二 我就验九 这可以吧 我说十二 我就验十 我说一十二 我就验九 就这么简单 对吧 我昨天验二十斤水 他说他是首位 他就一定是首位 不啥意思啊 为什么回头了 他哪里贴脸了 他都贴脸了 我怎么没觉得他贴脸 我觉得汉条郎 就是这么发言 我跟他玩了这么多年 汉条郎一直这么发言 是你们都觉得他贴脸了吗 不是是你们都觉得他贴脸了吗 都觉得他贴脸 那我自报吧 去你吧 你妈给你来台阶一下 你妈要 你凭什么给我 我这么脱牢的时候 谁给我台阶 谁要呀自报 今天进入天A 天A请变 太搞笑了 嘴大 嘴大 那没干过呀 天地赖子呢 很明显了 天是王宝宝 地就是潘大嘴嘛 真贴不出来 对啊 他贴不出来了 他确实是啊 他盘的逻辑各方面的 他怎么变 他也变不过了 十二那副嘴脸 都一个拿捏起来了 你看弹幕都说了 嘴脸都起来了 我累了 他都这样了 没法弄 这局反正 我是觉得狼人可能悬了 因为现在已经两个狼没了 对吧 我觉得是 但是刚才女巫是没有选择开毒呀 对啊 对吧 他还有得打 但外之卫他找得到狼吗 现在 这问题就是 现在场上就上两个狼了 外之卫他还找得到狼吗 所以我觉得女巫有可能不开毒 对 女巫是有可能 现在还不开的 除非他在场上有视角 他比如说 闽到谁是狼啊 或者饮水排个坑位什么的 对对对 所以如果要是从咱们的视角上看 是觉得他可能就不开了 对 因为现在坑位是不太好弄 但是我觉得那个 就是潘京就是嘴大嘛 他说什么 七是狼 七倒勾了他 因为七上票给他 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十二卖了他 盘都盘得很通顺 脸部表情拿捏的也很好 就是一点 他是狼人 他发不出十二那个言 发不出 对 十二那个发言 真的是只有好人才能发得出来 对没错 就咱们刚刚说的嘛 对对对 有些言狼是真的发不出来 对对对 确实是 就天地 天地赖子嘛 就比谁赖嘛 他们俩其实就很好玩 天亮了 我们切回去 王宝宝可不 稍等一下 昨夜 8号玩家死亡 没有一夜 等级游戏没有警徽 现在时间06分 6号玩家请发言 我虽然说对人啊 但我觉得很耻辱 就是我没有骑士精神 我做了像狗一样的事情 我听了12号 你们可以在弹幕里骂我是狗骑士 真的 因为12号那个太过分了 我没有见过玩了这么过分的人 为了赢 你验了我你就报 我很尊重我的底牌 你开始说11号是查杀 后来再改 这个行为真的 我真的觉得 要么我离场吧 就太过分了 玩得太恶心了 12号太脏了 你的预言家不干净 你的水晶球是黑的 哎呦 就是朋友们家人们 把那个水晶球是黑的 打在弹幕上 可以了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两郎走了嘛 然后那个12号有验人 我也没什么多说的 就赶紧过吧 然后呃呃呃女 有女巫对吧 女巫就一直没有开过毒嘛 所以就是我觉得 女巫也是觉得 自己的药水脏了 就不能不能泼出来 宁愿走都不行 所以就是 这是一场胜利 但是 人性赢了 人性的邪恶太邪恶了 但是有一件事得说一下 就是1号啊 郭小伟 你给我建议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只要戳11 我赢定了 因为你给了我 让我戳12 就是 就是跟你反着买 别墅靠海 绝对有 百分百胜率 就是看了这 反正别的没什么说的 听12抱怨人吧 反正就是 家人们虽然我戳对了 但是我是难受的 我是对自己有谴责的 哎呦 这 没有见过能这么玩的预言家 太难看了 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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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步非常大 他昨天 真的力挽黄澜的战队边 虽然最后没挽住 没挽上 我觉得这把可能 大家反正后面 冤家可以抱怨人 我觉得可能狼坑要开在1时吧 10挺像张狼人牌 是开牌之前 他在那挺叫嚣的说 哎我张狼人牌怎么是女的 什么就 我当时觉得你 你那个状态怎么着都得是 拿狼了 就是他会发这种言吗 我觉得得是拿狼了 但我肯定看 你要念他这个精神 你看我没说 我不知道 你再看吧 我是让好人牌 没有了 过了 10号人家请发言 那我觉得 听12包眼人 如果万一验过我10号 是好人 可以直接把9推了 是这样 我第一轮 我是8号 认状态 认下来一个好人 你9号现在跟我聊这个 对吧 我觉得那你 你至于我身份 就看冤家赌位 赌看冤家有没有验过我 然后 就感觉这把 应该是个躺赢的局吧 那11也报了 然后其实也戳队了 还挺简单的 那就听语言家 抱怨人们 逛 12号人家请发言 本来是躺的呀 但是你们把8给杀了呀 我验了50斤水 你看好哥哥 你就是老实 对我有偏见 我井上抱你是斤水 我怕你奔不住 把我戳了 我井下是因为 我看你也肯 对啊 井下你 我怕你戳我 我抱的厌人也是对的呀 他是狼啊 我是冤家 我井下我也给的身份是对的呀 因为我是怕 你真的把我戳了 你又弹掉 然后 我就90胜出 我想先出10 因为你跟我拿狼的时候 也是这种 因为我感觉不到 你有一丝开心的气息 不是应该赢了吗 那就先出10啊 反正你是平民嘛 至于守了谁 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2应该是守卫吧 因为3肯定是女巫嘛 因为他们砍了9 就说明2的信息给对了 他说他守了9 所以他们砍了9 这也不重要 如果你是守卫的话 你就头2就可以了 5号 我验了50斤水 而且 我就不理解 为什么老师为战错队找理由啊 像说什么 我牵连 我哪里牵连了 我抱的都是真实信息 我都说了 我说你不信我 你可以戳7啊 我根本就没贴脸 我也没说我是狼 就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我起了一下状态 我起状态的时候 是狼 我也起状态 为什么要到贴脸啊 我最后再说一下 你看 昨天7号玩家跳远家 就我一个人占队别 我也不说你们 你们战错队 就找找自己的原因行不行 我警上我给的身份 全部都是对的 我说你1号玩家是好人 你说我是狼 我说我是不是说了 我说他没给你丢茶叉 我说你大概率是好人 你起身吧 就说我是狼 然后战错队说 愿家为什么发言那么差 我想在座的各位 你们愿家发言差的时候 我从来没说过你们 对吧 我所有做的事情 都想 廖博老师呢 其实根本无所谓 那我喊声过 我喊声过 玩的是六的命 我喊声过又怎么样 我就说过 我就说实义茶叉 我过了 他在等我戳死了 戳了我 算谁的呀 而且这和贴脸有啥关系 我真的不理解 贴脸和贴脸 有任何关系 所以我就先出一下识 我还是坚信 大家看一下录像 觉得我贴脸 可以举报我 我可以分号 但是如果没 如果没有 不是 如果没有的话 能不能找一下 自己的原因 你看我战错队 我从来不找别人原因 一号玩家请发言 不是呀 我说了 那不是一个号人 站错队 是很多人都站错队 那要不然 实义这个警 警徽哪拿的呀 那你为啥从来 就没有定义过 这个四号呢 包括你到现在 你也没 你就告诉一个 五号金水 那狼呢 就九十里面出 那这个四呢 就你从头到尾 都没有聊过 十一号这个 的金水四号 你的事业里 都没有这张牌 你老对着人家 六号廖博老师输出 那人家 那你装态太高了 那能咋办呢 那这 行吧 我自己猜 过了 二号玩家请发言 昨天晚上 已经守过十二了 他今天不是要初始吗 确实 我觉得十二也说的 没什么问题 就是 站错队就找自己的理由 就行了 就是确实是 我竟然没扔下你 就是 景夏 我觉得你那个 发言特别好 所以我就站边你了 确实跟 就是跟你 我刚刚不是 十一号问 那个 我为什么站边 站边十二回头吗 他不是说那个 为什么 我不是场外说那个 说你天脸吗 我跟你道个歉 好吧 我不应该这么说 因为 确实你也没贴脸 你也没说 我不是原家 就怎么怎么样 对吧 确实 只不过就是 那些东西 我们平常也有 我也不应该拿出来说你 因为 那些东西只不过 我没玩到你那么极限 对吧 只是没有玩到你这样子 所以说 我也不应该 去要求你 怎么怎么样 对吧 然后我是一个守 昨晚我守了那个 十二号玩家 然后今天 他不是说十是老吗 那就把那个十出了吧 好吧 咱们就 就别让那个萌萌在他场上坐牢了 行吧 反正狼其实这局也挺坐牢的 我觉得 我过了 四号玩家请欢迎 初十我同意 那还有一张狼牌 所以是这样子 我先证明一下 我跟十一不是队友 我是张平民牌 我现在就拍身份 然后现在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 十是一张狼人牌 所以下一轮的PK是 就对我来说 下一轮的PK是19 那么如果你们对我的身份有质疑 那么就149PK 但是呢 我的表水是 首先我 锦上第一轮 第一个发言 我认识 也不能叫赖吧 就是 发出了一些 是不是 九号玩家 当时认可 我发言的牌 九号玩家站起来 说我是个好人 那么 肯定 我出去之前 九号玩家先出去 一号玩家打我了 那就 我们下一轮 我们三个人 三个女的混批 但是呢 因为五号玩家 由于是真原家的真精髓了 下一轮 再说我们先出十 过了 五号玩家请 十号玩家自报 直接正如黑夜 十号玩家天黑请闭 的 这就像动作前 中华光临表白 过光临墙场的光临 哈喽哈喽大家 好像是刚刚那个自爆了 有人自爆了是吧 好像是刚刚那个 有人自爆啊 谁自爆 因为自爆每次都是自爆咱们这边听不到 对我们这边切的因为要比那边快一点 怎么有人问说好汉在吗 我不在 我在也不在你们都看不见我 你关注我干啥 你看这边就行了 然后我其实还在感慨 刚才我在跟那个就是王宝宝 还有那个潘京嘴大在聊啊 然后嘴大就说 哎呦每一次我都是拿狼 然后汉跳他是真冤家 赖不过他呀 然后他就很感慨在那 没有其实 其实有人说那个王宝宝贴脸啊 其实我个人不认为他是贴脸 我认为他这个发言呢 就还行吧 因为毕竟是跟十一号玩家 十一十二对对线 所以他们就使技能是无所谓的 天亮了 天亮了我们切回去吧 天亮了 昨夜一十二双死没有一烟 本局游戏没有紧灰 现在时间十六分 四号玩家开始发言 那太好了呀出九 yes 哎 但是一十二为什么会双死 那就是还有女巫在场 还是 哎 等一下 我的 我的想法想不过来了 嗯 哎 一十二双死 刀十二 哇 我都已经算不过来 反正太好了 在我的眼里 因为五是精水 六是七是二是首位 那就是初九 太简单了 然后呢 我上一轮没来得及说的一个逻辑 就是我现在先提先表水吧 就是因为我发完言之后 廖伯老师发言 他其实对我是有质疑的 他说你从来都这样玩吗 也就是对我一个相对来说滑水过的发言 他是觉得你不应该这么发言的 对我的身份提出了一定的质疑 但是呢 嗯 因为我是一个以前玩杀人的玩家 我反而是会对 大家都觉得你的身份是X的时候 有一个人特别突出的觉得你是好身份的人 可能他就会知道的比别人多一些 然后这个人可能就是九号玩家吧 因为一号玩家也一直在打我 反正我的就是我的思考量也只有到这儿了 好吧 五号玩家如果是女巫的话那就更简单了 好吧 那我就先过了 五号玩家请发言 我不是女巫啊 然后我就是个平民 但我想投四号 因为我觉得四号的状态很不对 而且我其实想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预言家要验我 我第一局在井下我是只有我一个人投了他的票 他验了我在我身上发了个精神虽然很好 但我觉得其实不必要验我 因为我铁定是个好人嘛 我第一局就站了他的边了 第一局所有人都没有站他边 就我一个人站了他的边 他验了我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么现在一个六号是那个六号跟二号都是有身份的吗 就是四九里面选嘛 四九的话我听发言的话我会觉得四比较偏狼一点 因为四从上一局没有人聊他 然后他一直就是我觉得你还是偏紧张一点我感觉 所以我对你的面当然我还是要听听九号的发言 肯定是四九里面我选一匹是狼我推出去 但我现在目前想投的是四号 六号玩家请发言 不是那就双死没有报殉情 那就是女巫毒的嘛 那九号如果是女巫那三号是什么呀 那你们俩什么都没聊 五号是金水 四号是什么呀 对吧 那 要这么聊的话现在剩什么呀 你要他是 就是二号真守卫 我是骑士 那女巫还在那只能是九了吧 五没跳吧 四没跳吧 那只能是九了 三神在场 这不就最后一轮了吗 那不就只是出四的轮次了吗 要是这样的话 但是没关系 没关系啊 就是 我没有二号在 那二号来判断 真正的就是罗继流玩家 真正的强者 玩具枪 枪子哥还在场 我只听二号的 别的没什么了 过了 九号要请发言 你说你听二号 我就只刚二说 因为我是女巫 第一天巴是饮水 你第二天起来说 你是守卫 第二天守得巴的时候 我得吓人 我第二天为什么没开毒呢 因为王宝宝第一天说了一句 他妈你今天就把七齐了 我今天晚上吃毒行不行 我 然后他就起来把七戳了 你知道我那时候内心多挣扎 我多想读了这个十二吗 因为他自己说的这个话 但是 这是出于我对游戏的尊重 我觉得我不能读十二 对吧 就是讲道理嘛 他自己说的 你今天你把七戳了 我今天晚上吃毒 我怎么怎么着 就是 那我心想说 那真的不能读 所以就压毒了 压毒的情况下 三死的时候 我觉得他那个表现 包括他去看版的什么的 我觉得他那一切的表现太完美了 他太适合做一个带毒女巫走了 而且我们好人伦次是领先的 因为二跳首位的时候 我认为你是 那 当时 冤家也在 其实也在好人伦次领先的情况下 我不能保证七是一个老美人走 那么我觉得我压毒 反而比开毒好 因为十一已经自爆了 那十一自爆的那个晚上 我觉得我开毒 有可能开到一个老美 造成第二天起来 好人反而伦次落后的情况 那我不如压下这瓶 读 让好人就是不用动这个轮次 而昨天晚上我读一的时候 我的心路历程真的非常的长 就是我很怕一当时 因为当时一如果是那个狼的话 他肯定选择四五里面刀掉 然后跟我PK 那万一他真的刀了一个 然后连一个 然后起来 那我起来其实就输了 因为剩下的我们全神 我真的经历了很多的心理挣扎 但是我觉得说 我不开毒也是一样的 因为第二天出 他如果是个老美出局 他连的还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发现 就是说我这瓶毒开不开 好像都得开 因为你自己回忆一下 我刚才的发言 我起来第一 我说的是我是一张好人牌 第二我说的是 我觉得狼得开在十和一里面 对吧 这是我的发言 而且我上来我就说 十那个发言怎么怎么着 开了三十秒 这是我的原生态发言 我起来是攻击一张 你可以认为我是个老美怎么着 那你就得去盘一是个女巫 他俩是刚才在那 我聊场外东西 请那什么 他们俩起来去那 什么 没有殉情吗 什么 我是女巫 初四 你要是个老我 这是 不是他是金水吗 二是金水吗 我肯定不能是狼啊 我要是狼挑首位的话 十一那轮还让我第一个先发言 不是 不是 现在场上不是 不是裸的吗 我是不是金水啊 我记得 是的呀 所以 因为我是首位 你是一个女巫 六号玩家是骑士 所以四号玩家如果 如果昨天晚上连的是我 或者连的是六的话 他们就输了呀 对吧 因为 因为老美人的操作是 一定是不会变的 他不能 他跟首位一样不能连续连两个晚上 他前天晚上我跳的时候 他一定是刀八连我 然后 昨天晚上一定是刀十二 他外主委连一个 要不就是连的你六 因为他场上 他以为三号玩家是女巫走的嘛 所以五十金水我们初四 四号玩家没连到五 他们不就交了吗 四号玩家连到五我们就交了呗 对吧 我初四我过了 所有玩家看团人比 本剧游戏没有警徽 所有玩家在到时候编票 慢剧或编票无效 三二一 请投票 二号五号六号九号 他会给四号 四号玩家投票给二号 四号玩家出局 请留一言 对不起对不起 我的思考量不够了 二号是个假首位 那么只要他晚上联伍 就输了吧 那我还用留一言吗 不用留一言了吧 我是个平民 就结束了吧 应该晚上 那你就拍了 没什么没关系 都怪我 我表水不够好 对吧 我被狼发了 精水以后 我没有让大家相信我 然后我去质疑了九号 sorry sorry 好不好 都是我菜 好过了 老人拍到五号 游戏结束 狼人获胜 给大家复一下盘 给大家复一下盘 二起来 把我转一下进 下面为大家复一下盘 所谓是 给大家复一下盘 本局游戏的狼人牌为 2号 7号 10号 11号 其中7号玩家为狼美人 首位是8号 女巫是9号 预言家是12号 骑士是6号 平民牌是1号 3号 4号 5号 第一夜 首位空手 狼人落刀8号 首位牌 女巫开要旧起 形成平安夜 狼美人连9号 女巫牌 预言家查验 6号玩家骑士为好人 锦上环节 11号玩家汉条 狼人牌当选警长 锦下 第一天白天 6号骑士 翻牌 决斗7号 老美人 7号玩家出局 直接进入黑夜 第二天晚上 8号玩家守卫自首 狼人落刀3号 平民牌 女巫没有洒毒 冤家验证8号玩家 首位牌为精水 第二天白天 11号玩家自爆 进入天黑 第三天夜晚 守卫 12号玩家 冤家 狼人落刀8号 首位牌 女巫没有洒毒 冤家查验5号玩家 有平民牌 第三天白天 10号玩家自爆 第四天夜晚 狼人落刀12号玩家 冤家 女巫洒毒 1号平民牌 冤家查验1号平民牌 为精水 第四天白天 放逐4号玩家 平民牌 场上最后一狼 2号玩家 拍到最后一个平民 5号玩家平民牌 所以本局游戏 是狼人获得了胜利 然后大家休息一下 开始第三局游戏 第三局我们是狼枪守卫的板子 欢迎回来 这局狼人赢了 然后其实好人的操作是很优秀的 但是狼人是因为偷刀了守卫 并且准确的穿起了他的衣服 所以好人是找不到他的 找不到二号玩家 那枪哥非常优秀 然后他是起跳了这个守卫 三早就起跳守卫了 他起跳完守卫 那个轮次是嘴大自爆了 嘴大自爆入夜了 是直接偷刀了真守卫8号 偷刀完了以后 他就立在场上立住了 然后廖博老师也是非常厉害的 廖博老师是 等于他直接骑了一个狼美 把歪哥骑死了 也没想到骑的是狼美 所以他是真的是非常优秀的 好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亮点 是直接骑士骑走了狼美 然后同时其实也做下了 十二是真预言家的身份 因为十二号 就咱们其实已经聊过这一点了 从人性流的角度上 你们如果要是跟歪哥是狼队友 你想卖一个队友给骑士 证明自己是预言家 你卖的那个人绝对不能是歪哥 因为他留在场上 是能帮狼队做很多很多贡献的 所以他的首选一定不是卖歪哥 那么歪哥被戳出来是狼 人性流和尊重底牌的角度来说的话 十二就得是预言家了 不能跟骑士同身份 所以说做下了十二是真预言家 那骑士非常优秀 预言家也是通过了这一点 先博得了骑士的认同 七号只要死了 女巫都不敢开独独十二了 因为他也能想象到十二跟七 一定不是共身份 所以十二的身份立住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 这个狼人就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操作 虽然我们是大逆风 但是我捡起首位的衣服 我抿到谁是首位了 晚上偷了一刀 然后好人就蒙了 彻底找不到了 一般是狼人比较劣势的情况下 是应该要尝试跳身份 然后来扭转一下局势的 如果是没有身份 就坐在那是很容易就被盘进位置 就被推掉了 因为当时我看到弹幕上有人说了说 出二也有了弹幕说二 如果是狼你们就傻了 是有人盘到二可能作为狼人的 因为二号玩家警徽是从狼人手上拿的 二号玩家金水身份是狼人给的 二号玩家起跳了一个首位 但是有几个未知身份死了 你们并不知道这些未知身份的底牌是什么的情况下 二是被好人盘不到 这就也不能说叫好人的问题吧 而是说确实是狼人捡到了这么一个空子 捡到了首位的这个衣服 这个时候就很需要好人有一些思考量了 就是得再去盘一下就说死掉的八号玩家 他有没有可能是神的身份 对 但是也很难吧 因为你毕竟你自己不是首位 对 而且其实大家要考虑到这么一点 在有首位的板子上 你不管是图民还是图神 首位这张牌如果不死 你是永远赢不了的 对 你是永远赢不了 所以首位是一定会被杀死的 那首位为什么活了那么多轮呢 为什么他有首人信息狼人不选择刀他呢 他首过十二了 为什么那天晚上就那个 就比如说他就会自首再隔一天晚上 对 为什么不直接把首位刀掉 比如说为什么他已经跳出首位 然后但是十一字爆刀吧 对啊 对 就很多这个原因是要考虑的 但是啊 也不是说厂上的好人没盘出来是好人的问题 因为狼人有一个优势是他有警会他墨之位归票 对 九号玩家在墨之位跳了一个女巫 他期盼的就是墨之位别被归出去 你能认下我 那最后二号玩家玩具枪 他穿一个首位的衣服 就只要猛攻击四号这个最后一个抗退位就行了 五是金水 四是那个平民 他能打的位置就是四跟九 就只能打这两张牌 对 所以他攻击四一定是最好打死他的 因为四是被十发了金水嘛 十一发了金水 对 大家会觉得说那个嘴大好像不会骗四啊 或者是怎么样 有可能是双狼 这都是可以盘的嘛 而且玩具枪他们做身份也做到了极致 因为玩具枪的发言是说我要出十这一轮 玩具枪翻完言 过一会四发一会儿 十就自爆了 就更显得玩具枪是好人了 因为他要出的人 他要归的人 自爆了是狼人 有一点 我刚刚看到弹幕有说哪里有那个警会 到底有没有警会啊 有警 是有警会的吧 十一号嘛 十一号不是他他把警会给没给二啊 哦 这是一个问题 对弹幕可以帮我们回忆 弹幕帮我们回忆一下 就是呃 嘴大死了以后这个警会有没有给二 哦 像大家说撕掉了 撕掉了撕掉了 那就是那个狼人是占到了一个运气 因为二号玩家在最后一个轮次 莫之位发言是基本上就铁赢了 基本上是铁赢 他只有前之位发言跳一个首位 莫之位女巫说我是女巫 然后再盘一下有没有可能神出了问题 因为除了一个预言家三神全都在 很难我觉得 对就但是是有这么一点点希望的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仔细听一下最后一轮的发言啊 就是廖博士说 我觉得玩具枪是一个逻辑流玩家 我们就听他的 对 然后呢女巫说 呃那个我想跟你对一下话 我真的是女巫 就是其实他们俩已经是非常非常信任玩具枪了 对对 就算让玩具枪先发言 我也不觉得他们能怀疑他的身份 就是当时那个 对 他们那个感觉是比较相信他了 对 已经很难盘出来 场上神有问题了 然后因为大家的视角都是呃 四是最后一个狼 嗯 然后因为他们的未知身份是四跟九 因为九在莫之位发言 九起跳女巫的时候前之位就算有所反应 他也来不及发言了 已经不能发言了 对 所以二号玩家在莫之位归票的时候 他只要定点打四 他至少能骗到这个五 能骗到这个九 再加上他 因为五是想投四的 九是期待二能认下来的 嗯 所以他只要捏住那两票 加上自己 这就是三票 就算廖博哥能反应过来 他跟四只能形成两票 所以他这一票就一定是三票 可以把四冲出局 嗯 然后拍刀就游戏结束了 有人说女巫可能得读二 我觉得读不到 嗯 女巫读二 读不到 读不到 为什么能读到二呢 二跳了一个守卫 你觉得女巫应该直接把守卫读掉 我觉得不太对了 但是我觉得女巫可以在第二轮的时候读十一 读十一 就是别让十一自爆嘛 对 因为他其实自爆他们狼队是争取了一刀 对 我倒不觉得说女巫读二 我觉得这个不可能 读二是不对的 但读十一我觉得是是对的 嗯 就是他只要能盘清七跟十二 一定不见面 是 七只要是狼十二做事预言家 果断开读读十一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嗯 所以女巫呃 没读十一 然后给狼人多了一个轮次 这么说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 对他可能还是在想十一十二的问题 可能就最后就没有开读嘛 嗯 但是其实醒来如果嘴大自爆 狼人是争取了一个轮次 多到了一轮人 是 嗯 对 有弹幕说不读也行 嗯 不读也行 不读也行 不读你 但是你不读醒来是一四PK的轮次 对 就是你也爬不到二 对 其实就是 因为一也是在扛推位上 你们不要忘了 一是可以拿来被狼人做扛推的 那谁是那个狼 二是穿了守卫衣服的狼人 当自己的狼队友十号玩家自爆了以后 任何一张平民牌都能作为二的扛推位 所以你们说的这些 我觉得就是如果他开读 读了谁谁谁 也不一定结果怎么样 所有好人赢的必要前提啊 总归成一个点 就是你得找到二是假守卫 嗯 而且用逻辑拍死他 你不能在弹幕上说 我就觉得二有问题 对 那你在场上你试一试 你站起来我就觉得二有问题 然后你就被归出去了 对吗 但是这种局真的很难 就是我想一下 比如说啊 就是狼队直接闷刀 嗯 就是闷掉了一张神牌 对 穿了神的衣服 没错 这种局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狼人可能就应该赢 对 因为他们刀找的准 身份也跳的准 对 而且其实呃 有一种跳法是什么 是我先刀了你 晚上讨论 我觉得你是个身份 你是什么 我刀了你第二天我跳身份 对 这样容易被好人找出来 说那昨天死的那是什么东西 对 为什么你今天跳这个 他是先跳 嗯 再刀疤 对对吧 因为八号玩家是吃了真预言家的金水嘛 吃了一个金水 然后那个二号玩家是选择在刀之前我就先跳了一个首位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敏初在表情反馈上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定到了小松是那个首位 嗯 然后呃十一号嘴大选择了自爆 然后把这个首位闷掉了 对对对 那好人就没得没得去聊 很难 你们只能在半幕也好 或我们在外置卫去看这个节目也好 我们说我怀疑二号玩家可能是最后一个狼 但这句话你是不敢在场上说的 因为你没有实锤 你没有身份 你说出这个话 你就是抗退位 嗯 你直接就被打走 对所以确实 这一局我们可以说就是枪哥确实很优秀啊 对啊 就是他确实是狼队的VP 我觉得对没错 玩得非常好 力挽狂澜了 嗯 然后我们最后一局的板子是那个狼枪守卫 狼枪守卫的板子 我们看一下那个狼人发挥 呃就还有没有像这种比较精彩的这种发挥啊 嗯 好人的精彩发挥无非就是井上我都找对狼了 或怎么样了什么的 我更想看的是狼人的像这种精彩发挥 就看完了以后真的是太爽了太过瘾了 对当然我觉得他们肯定狼队 也不是说百分之百觉得八九一定是首位 嗯 但是在这种劣势的情况下 是一定要跳身份出来搏一搏的 对没错 因为其实当时狼美人已经被戳了 对 然后十一也裸在台面上了 嗯 劣势的情况下不管无论如何啊 我觉得狼队都应该跳身份 对你就你就搏一下吧 跳女巫跳首位都可以 搏一下你不搏的话你就交牌 对对对 你不交牌你就搏一搏 嗯 搏一下就单车这不是变摩托了 俗话说富贵显中求 对没错 我觉得这这个就明显就是狼人略是我们选择了赌一赌 要不然就是交牌 要不然就是赌一赌 结果没想到还他们赌赢了 嘿 对对 就是有玩的好 然后也有就是也有这个打法的问题 对 就是有些时候有些人拿狼不太敢跳 对 但这种时候就会任人宰割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 比如自己拿个狼的时候可以努力尝试一下多种打法 多跳些身份 嗯 因为我是觉得那个 嗯 我是觉得廖伯哥确实优秀 嘿嘿 我是我是想说 因为好人输了我们过多聊的都是狼人优秀 怎么怎么样 嗯 我其实是想说你像预言家就无所谓了 他就是那样嘛 但是正常他就抱怨人让好人认下来是没有亮点的 但是廖伯哥就是戳到狼美了 我是觉得这个是太优秀了 而且他是在被王宝宝骗过了 对话骗过了 这次王宝宝还对话说 反正我也不能骗你嘛 当时嘉宾全笑了 因为上周他刚这么骗完廖伯哥 对对对对 这周廖伯哥就选择了相信他 然后直接就把狼美骑死了 哎呀 真的是爽 但是我觉得可能廖伯老师还是有一点伤心的 那肯定 因为他虽然选择了相信王宝宝也选择了相信玩具枪 对对对 最后他说那个我们都听玩具枪 他是厉害的逻辑流玩家 没办法 因为那时候的思考量 他不可能认为二是狼人 对对对 他没有这个思考量很正常 他的视角就是九跟四 他哪能容下二还有问题啊 那个时候好人是很难有这个转变的 对啊 尤其是狼跟狼又互相做了身份 对啊 就是王宝强说死要自爆死就自爆 嗯 对啊 然后反正这一把不知道为什么 入夜时间也非常的久啊 然后我们我们期待一下这局吧 然后接着跟大家就吹吹牛逼吧 嘿 一般入夜特别久都是狼 狼里面有板子 有特别有主意的 然后在互相商量和沟通 没错 狼队好玩就得打板子 不能各自为战 就是说啊 我们刀这个人 然后你挑预言家 然后就直接带亏了 这是不行的 天亮了 就只会啥啥啊 我是好人 我是好人 然后你喊挑啊 我是预言家 这样狼人是很难赢的 一定要有一个小格式 就是我要怎么样 我倒钩 我冲锋 然后我随机应变 怎么怎么样的 有一个小小的板子 胜率会高 而且会看起来观赏性特别高 对 刚刚有人说 那个八是刀三的那天自首的 他可能是怕被狼队找到嘛 对 但是那碗狼队刀的是三 所以就正好错开了 就没办法自首了 对 他肯定不是不想自首 而是就是被偷刀了嘛 这个东西 他自首过了 对 他可能第二天就觉得说 哇 歪哥在狼队 那我也有可能吃刀吧 因为他会觉得说歪哥会不会第一天就指刀 对对对 所以就是出于出于已经有人挑了他的身份 他想没有挑没有没有这条身份啊 但是他就觉得说可能歪哥在狼队嘛 他有可能死 所以会先自首 有人说王宝宝点过二是假首位 确实是我听到这句话了 说外置为什么有首位 比如说五号玩家你是首位 还是怎么怎么样 有说过因为二是可以成立为假首位 这只存在于十二号玩家的视角力 对 因为十二是预言家 他很敏感 二是站错边的 对 所以你们说的这是对的 是没错的 我也没有说那个王宝宝玩的不好 但是他提出这个假设了以后 好人还要做一个推定 就是二不是首位 谁是首位 对吧 很难做出这个推定来 这种时候 狼人基本上是大概率要赢的 有人问你在哪直播 对我没有直播间 我的直播间就是大师赛的直播间 对对对对 哎呦哎 没入夜吗 没呢 没呢你过来吹会儿 刚说你牛逼呢 感觉廖伯老师心情不错啊 那肯定牛逼啊 看不见脸 你坐这吧 就看你身子在那扭了 确实是刚说完你 戳了朗美 好人酸出了 那牛逼 你不讲讲你这个戳朗美的 进度历程 不是 哈喽大家好 不是现在在这里 其实就跟大家聊聊天 因为那个呃 因为现在可能还是要 咱们要稍等片刻嘛 是没有入夜呢 对吧 没有入夜 两位主播说的也够累了 现在就我跟大家来说一段 就是呢 对于我自己来说呢 就是在现在这两局狼人杀当中呢 我一找回来自信 二找到了自卑 自卑的点是什么 自信的点是什么呢 我在第一局的时候 我最后在没有 我自己判断了 我投了三 我觉得那个很值得 哎 这是我自己投的票 不管是多少人投出去的 但是至少我投对了 对 我很自卑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第二局的时候 其实呢 我在那里听的时候呢 我自己有一点判断的 但是其实 如果要我自己的水平 我可能就戳11了 我戳不到7 哦 这个是实话 就是按我自己的判断的话 我最多戳11 但戳11很厉害 我最多戳11 我戳不到7 因为那个如果戳7的话 实际上真的是 因为那个到最后就是我 我开始我是认得下那个 呃王宝宝的原因是 呃因为我嘴大他那个 拿狼的时候 他其实说的时候 我自己的那个就是 记忆库里面 我觉得他一拿狼之后 他跟我的对话啊 说话那些 其实都相对的更认真一些 哦 他拿到那个真语言家的时候 实际上他更嗨一些 更像王宝的一些 就是你对他有数据库 嗯 他好像这个就是嘴大这一局是 有一点紧绷的哈 反而王宝宝是很轻松的 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在那里最后呢 其实是呃真的 而且这一点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自己的感觉在现场啊 是那个玩具枪玩的真好 嗯 是玩的真好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真的看不出来 就是到最后实在是盘不到了 而且在那个发言的时候呢 然后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就是我说实话啊 就是刚才我也看了弹幕啊 如果要真的就是写剧本 是写不出来这样的剧本的 对 太绕了 那得多会演啊 得演成什么样啊 好嘞 大家都到了 我回去了 谢谢大家 希望下一轮我也能有好的表现 今天表现非常好啊 加油吧加油吧 谢谢廖伯老师精彩的舞蹈 加油啊 牛逼了再回来吹啊 哈哈哈哈 哦哦 这一把就七八的视角 夜间视角是吧 就不切到那个解说了是不是 行好嘞 知道了 然后那个下一把是七八的视角 然后夜间呢 就不会切到我们这听我们嗶嗶了 有可能我们就直接下班了 所以呢 非常高兴啊 如果我们直接下班了 我们就超级开心 然后我们就下周再见 如果没下班 那就很遗憾 到时候你还得听我们嗶嗶 然后廖伯老师那个跳舞呢 建议你们可以弄一个表情包啊 他有点蹲下露了个脸 那个做一个做一个表情包 后来有漏我看到这他蹲下了一点 然后脸在这个位置 做个表情包什么的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 谢谢买视角的朋友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晚上看一下七八的视角 然后这样的话 因为今天赛后总结理论上 最后一盘都是不切到解说间了嘛 然后如果七八都有视角的话 夜间就直接是 入夜都是他们的视角 白天他们发言 然后又直接切到这个赛后总结的这个环节 所以我们就可能直接下班了 所以再见吧 你现在下班有点早 现在下班吧 赶紧下班吧 然后过年 有人说过年了 过年了过年了 双视角 我也非常期待 你们过年了能看到双视角 我们俩也过年了 下班了 超级开心 海尔兄妹下周见 我竟然跟好汉老师有CP名了 太搞笑了 不是我可能是这衣服 而且是因为肤色 不是为什么 今天我做的事那么黑 昨天我不黑呢 为什么呢 脱了衣服一样的 今天脱过了 为什么呀 这真的是他妈 确你妈黑 而且你们不要在你妈这非洲非洲 过两天 我真他妈给你请了一非洲人坐着跟你们解说 说外语 我就不来了 我就休息两周 然后我要谢谢在微博跟我互动的家人们 然后晚一点他就会开奖 大概是十一点半就会开奖 黑白无常 你可真缺德 你可太缺德了 真的你们要再这样的话 反正我也挺累的 我也想休息两周 然后我就去找优柔玩去了 我找优柔玩 我们俩就都消失 然后你看看你找谁坐你旁边 你跟人解说解说 我觉得就挺好 我总共就搭配过羊驼 我给你找一个更白的 给你更找一个更白的女性坐在旁边 然后就想他们就该说你黑了 你觉得怎么样 让你也享受享受 两个女生没什么意思 两个女生才有意思 因为男的他们没人看 其实他们看的都是美女 你知道吧 他们看的不是我 我在这负责的是吹牛逼 其实没有我这个人给我打一马赛克 他们看的一样开心 就听我声音就行了 就是叫什么愿闻其声 所以我有声音 我其实可以站在这边 就是我给大家做一个比方 你这样没有意义 因为大家可能本身就觉得看不到你 那不可能 大家觉得这样怎么样 以后解说间咱们就搞这样 然后喊喊死就坐正中间 然后我就在旁边 我也不露脸 我跟大家吹牛逼 然后他就负责美就可以了 大家觉得就说变化不大 就没有变化 对没有变化 那行那我就这样了 我发誓我下周我就这么解说一天 好吧我就说到做到 要不然咱俩玩双簧吧 谁跟你玩双簧 我还跟你玩双簧 美的你 你说你站着那读 然后我出考型 对你看就大家都说可以可以 因为大家其实看的都是你 不我不站着 天黑了是吧 进视角了 同志们我们可能下班了 拜拜